我的一个剧本的想法 我居然开始写剧本了 我觉得我是没有能力去写吧 因为我觉得 从各方面专业知识我都不够 就是对于一个剧本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或者说是什么样一个设计 才会是一个好的剧本 想表达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后同时也知道 也大概知道 什么样的片子 我们会去看 就是说现在的观众 能够去接受 容易接受 或者说是能够产生共鸣 这个我可能会有一些感觉 这就是带给我信心去做的一个方面 关于专业知识方面 就写作和编剧的这个专业知识来说 我是缺乏的 但感觉就是说我这个想法 我之前一共 我要回来讲一下 就我这个想法之前 那我还有另外两三个 就我觉得能够写出来的一个剧本 有大概两三个 现在都在脑子里想 然后其中一个 我就不敢自己来动手 我怕就说 最后毁掉了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导演朋友 他也是编剧编导吧 然后他来帮我写 我把我的想法跟他聊过之后 他有共鸣 他有这个 共同的这个兴趣 他觉得这个故事也不错 很认同 所以我们就 我就请他再写 现在这个正在进行当中 然后每一次交流的时候 然后就我感觉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有人一起交流的话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能够激发一些更多的一些灵感 所以我每次跟他聊 我都感觉是又进一步 又想的更多了 然后使得这个故事更加丰富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学习的过程 然后现在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我大概两三天前 突然有一个想法 有个科学家 他研究发现了特别大的一个秘密 每个人到25岁 你知道通过某种形式 你就能够见到25年后的自己 也就是50岁的自己 能够见到自己 就将来的自己 那你是见到他 并且会在一起 有可以待25分钟 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就你不是说见到他 就一直就跑到了他的 穿越到他的时代了 不是的 这个是相互的 就是你的意念更强的话 可能就50岁的 25年后的那个你呢 就来到了你的世界 你可以跟他交流25分钟 这25分钟可能相互是一个 相互去说服对方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没有被说服的话 50岁的那个人 他就回到他的25岁 所以是一个有过自己过去的人 来过你将来的生活 所以他可能就会改变你 本来会经历的一个生活 那如果你说服了对方 你想去到将来的50岁的你 那你就会去到50岁的那个时候 等于说是就穿越跳跃了 然后呢 这个就说有一个矛盾 就是说你是被将来的你说服呢 还是你能说服25岁后的你自己 这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和将要产生更大的一个改变的地方 另外的话是 是不是每个人 每个人到25岁的时候都能见到呢 能与将来的你见面呢 还是说50岁的人能够去回到25岁呢 就这个也是不一定的 可能这个我要设计一下 它是怎么样 你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能实现这个情况 但这个情况的同时 也会有人抗拒嘛 比如说我25岁了 我特别不想去见到我50岁的我 或者我不想去了解50岁之后的我 或者说是 我已经50岁了 我不想回到我25岁的样子 或见到25岁的我 这都有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你自我争取和被动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你可能能争取到 但也许也不行 就是说你不想去 最后也会来找你 这个就是我还要去把整个概念给清晰化的地方 这个是我大概的想法 我还要去把整个概念给清晰化的地方 我还要去把整个概念给清晰化的地方 我还要去把整个概念给清晰化的地方